北京时间1月11日,在对阵快船的比赛中,杜兰特迎来复出,并且在上半场石头九重,得到了25分,成功达到了2万分的成就,并且半场结束,勇士暂时以62比58领先快船4分。 第三节上来,本应该是杜兰特大发神威,三节一波流的时候,可是却总有人出来捣乱,快船队没有了保罗,没有了格里芬,按道理只剩下一个等待吃饼的小乔丹,不足为据。 可是今天快船却出了一个路易斯·威廉摩斯,咋听还以为是哪个新秀呢?其实他已经32岁了,05年进入的联盟,依次到15赛季当选过最佳第6人,要不是今天的快船实在无人可用,估计还是替补了。 今天陆威在第三节爆发砍下27分,全场出场35分钟,27投16中,3分球16投8中,得到了50分两个篮板7次助攻,帮助杜兰特迎来了里程碑之夜。 1月7日,勇士全队手感不佳,但在库里三节强行一波流,强行打卡,勇士以121比105轻松战胜快船,今天两队在短时间内相遇,快船在陆威的带领下,找回了场子。 1125比106,战胜了勇士并破坏了杜兰特的礼合杯之夜,看样子,两队在以往的二月上又加深了,勇士将在北京2月23号再次队上快船,到时勇士极有可能阵容急整,四巨头齐发,在现在看来,仿佛有看到了一场屠杀。 其实今天勇士的输球,真的不怪阿杜,今天杜兰特上场31分钟,18投14中,3分球7投6中,极其高效地得到40分4篮板次助攻,其中得分还是赛季新高。 再看看格林今天的表现,在少了水花兄弟的牵制之后,格林的进攻效果极其低下,全场9中1,仅因为把球才拿到了7分,在防守端又感觉有点懈怠。 作为巨头之一,球队这样输球也就不奇怪了,不过科尔今天赛后却没有点名批评在场的球员,在问题输球原因的时候,反倒是提起了水花兄弟,我们之间的配合不够好,但他们做得很好,快船可能因为我们轮胸了克莱汤普森感觉受到了侮辱吧,而且库里也受伤了,这言下之意是什么呢?难道是把输球原因归结到水花的身上了? 今年勇士四季同时在场的时间确实很少,这可并不能证明什么,毕竟库里之前在缺少杜兰特的情况下,已经败队五连胜了,克莱这下就无辜了,老子从赛季出到现在从没轮休过,一轮休就输球,输球还是我的问题咯,不就是不愿意让我轮休吗? 确实,水花兄弟不在,勇士既拉不开空间,也拉不开比分,输球这锅你们不备,谁备,水花和卡零分零板零路,而且没有水花的牵制,球队整体实力发挥不出来,难道让四十家的杜兰特备吗? 网友,克莱,别整什么背部紧张的言论了,赶紧回来吧,不然,你就成背锅侠了,汤神,教练,我不想打球 网友,克莱,别整理,汤神,教练,汤神进去天什么呢?